富丽乡公所进行一场温暖满满的物资捐赠仪式 而这次的捐赠仪式是由中华新联系公益协会 还有玉井玄都同心堂一同合作来进行 而这两家慈善组织长期关怀与支持富丽乡亲 这次捐赠中中华新联系公益协会慷慨捐赠了1500包的白米 而玉井玄都同心堂再次捐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物资 希望为乡亲带来温馨和温暖 富丽乡公所进行一场温暖满满的物资捐赠仪式 这次的捐赠仪式由中华新联系公益协会和玉井玄都同心堂一同合作进行 这两家慈善组织长期关怀与支持富丽 这次的捐赠中中华新联系公益协会慷慨捐赠1500包三公斤等白米 而玉井玄都同心堂再次捐赠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物资 包括卫生纸 面条 罐头 甚至还有鞋子和衣服等等 为民众带来温馨和温暖 今天慈善基金会我们陈理事长陈昭龙 在这个海魁台风过境以后 真的都再送了这么多的物资 多数的白米 我们会把这些白米 即使的送到所需要的相关的低收入户的 还有独居老人的一个手上 也让他们感觉到这个社会上的一个温暖 在一个即使上的即使性的给我们那个复理箱 相关的低收入还有这个家族式的团体 给一个温暖的元首 由于海魁台风的过境是家园一片狼藉 这些物资仿佛是即使雨 给予莫大支持 透过村长们的传递和发送 更能够近距离了解民众需求 并且提供相应的帮助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 这些物资格比较好